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 在这三月到来 我们又将迎来春暖花开的世界 新的一月也意味着新游戏上市 来看看这个月有什么新游戏 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冬天的尾巴巴 我知道这个系列的节目是书里游戏发售信息的 但我猜你对Playing with Power应该也感兴趣 这是一部讲述任天堂历史的纪录片 将于三月一号上线Krakow平台 接下来正式开始聊游戏 3月2号Hover Spoon One World登陆Switch 玩家将体验大多数农夫只有做梦才敢想的生活 比如骑讯录和冲浪猛男约会等等 3月2号周二怪物卡车钢铁泰坦2 强力登陆PS4 Xbox One PC Switch和Stadia 你喜欢的卡车都将登场 包括绝目人Max D疯狂公牛和那个长得像狗的 2号还有PS5版如龙漆发售 春日一番和朋友们的冒险 终于来到了次世代 画面得到了加强 你可以仔细看看它的发型有多乱了 如果你喜欢第一人称解密游戏 登陆PS4 PS5和PC的Macro是个不错的选择 3月3号服饰视角 蒸汽朋克生存建造游戏 Scrapnode 结束抢先体验阶段 正式登陆PC 3月4号牧场模拟器登陆PC 让你感受养鸡打猎的刺激感 3月4号还有Loop Hero登陆PC 该作可以概括为反Rulek 你要扮演地牢城主 给英雄设下一道道难关 恶搞医疗事故模拟器 双点音乐巨大版 3月5号登陆PS4 Xbox One和Switch 9号 Apex英雄登陆Switch 3月10号 此前Stadia独占的Kreator登陆PC 这是一款游戏合创平台 如果你想创造自己的游戏 但又不会用虚幻和Unity的话 不妨体验一下 3月11号魔爪越野摩托四 登陆PS4 PS5 Xbox One Series PC和Stadia 12号 叛变的PS吉祥物 擦波罗古惑狼 带着古惑狼四 时机已到登陆Switch 它也是时候该穿这衣服了吧 16号 阿玛拉王国 惩罚重制版登陆Switch 开发本作差点让罗德岛州破产 属实传奇代制作 如果你更喜欢MMORPG 上古卷州Online Flames of Ambition 同日上线PS4 Xbox One 还有诡异的黑白恐怖游戏 Mondon 登陆PS4 PS5 Xbox One Series PC和Switch 16号 还有Xbox Series版的试魂 小 给快节奏的格斗游戏 配上了超高的次时代帧率 3月18号 漫威复仇者 推出PS5和Xbox Series加强版 还有鹰眼 以及许多新内容的加入 如果你想玩水晶动力 做的射箭游戏 又没有听说过古墓丽影的话 那想玩这个游戏 可以理解 3月25号 如龙6 命之师 登陆Xbox One和PC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这个月唯一的一款 既有K歌 又有钓鱼 还有健身养孩子的游戏 但谁说得准呢 说不定牧场模拟器后期 会有奇怪的展开 同日 还有巴兰的异想其境 这是一部3D平台动作音乐剧 制作团队中 有许多个参与 梦精灵深夜入梦制作的成员 该作将登陆 PS4 PS5 Xbox One Xbox Series PC和Switch 还有双人成型 也将在同一天登陆以上 除了Switch的所有平台 这是一款合作冒险游戏 出自逃出生天制作人 在TGA上给奥斯卡点赞的 Joseph Fears 购买本作将赠送激活码 让你可以和没买游戏的朋友 一起联机玩耍 光上Switch还不满足 25号 蛊惑狼还将推出手游 蛊惑狼全速冲锋 能不能全速去找家卖衣服的 别天天只穿条牛仔裤六大了 26号 本月最受瞩目的游戏 怪物猎人崛起 登陆Switch 除了新加入的怪物以外 游戏里还新加入了 牙肋犬做你的狩猎伙伴 很难说 它不如爱鲁猫可爱 26号 次世代版托尼霍克 职业滑板1加2 登陆PS5和Xbox Series 如果你买了上世代数字豪华版 可以免费升级 如果你买的是上世代数字普通版 次世代版售价10美元 如果买的是上世代实体普通版 要不还是去外面用它练Oli吧 这是唯一数字版没有的功能了 该做还将于年内登陆Switch 26号 PS4 PS5 Xbox One Series和PC上 还有星际乐土 太空基地发售 将经济模拟 帝国建设策略 与经典的即时遭遇战 结合在一起 本作也会在年内登陆Switch 3月30号 释放你心中的邪恶 邪恶天才2 统治世界登陆PC 同日 王国之星系列 包括王国之星HD 1.5加2.5 王国之星3 和王国之星 觊觎旋律登陆PC 该做目前为Epic上层独占 3月31号 狙剧手 幽灵战士契约2 登陆PS4 Xbox One和PC 还有独立冒险游戏Hazel Sky 登陆我刚刚说的这些平台 加上Switch 但两款游戏都还没有确认发售 3月31号 很有可能只是原先预计发售日期 最后还有原定于3月发售的 极乐Disco最终剪辑版 该做备受好评 这次又将更新新的内容 登陆PS4 PS5 PC和Stadia 同时还将加入完整配音 以上就是3月发售的大作了 我们遗漏了什么 又说错了什么 欢迎指出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夸口我们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你这个月想玩哪些游戏呢 或者对着屏幕 此言自语也行 但如果有人经过 你刚好恰恰来一句 牧场模拟器 我觉得是有点怪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